贵州省地界市地处乌蒙山腹地 是中国经济最落后 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由于土地贫瘠 收入有限 加之山地石墨化 自然地质灾害频发等原因 致使当地百姓生活 一直无法得到改善 陈杰 新京报首席摄影记者 多年来一直关注弱势群体 从2017年起 他在贵州省毕杰市的贫困山区 跟踪拍摄了一组 以床为主题的作品 这组作品记录了 威宁县贫困山区 异地扶贫搬迁过程中 老屋与新居床的变化 因为我到很多地方 孩子没有床的 我说你去什么地方 但他睡在床上 我说床在哪里 床是没有概念的 床就是阁楼上的一块地 床的概念是跟父母拥挤在一起 一个很小的宅的床上 他们不知道一个新床 一个整洁的被褥 铺在一个产量的 洁白的房间里面 那种床的概念 他没有 我其中跟着一家三个小孩 他们三个人睡在一个 将要倒塌的一个房子里面的一张床上跟奶奶 然后离开 背着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 他们就背着背包跟着爸爸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针对不同贫困地区 不同贫困农户的状况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李福传一家 是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受益者 几个月前 他们全家搬进了 碧阶市七星关区 碧海阳光城的新居中 三个孩子 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床 他爸爸跟老太太铺背着 这三个孩子过去一起铺背着 然后到他们自己房间的时候 他们就干脆就跳到床上 然后躺到床上 就各种的这种杀荒 那个场景是我觉得 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 近年来 陈杰一直坚持 深入全国各地的贫困地区 用镜头记录国家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百姓故事 春节将至 位于威宁县折爵镇 大山深处的乐河村里 已经有人在杀年中 准备过年了 热气腾腾的香味 与鸟鸟的炊烟一起 弥漫在村庄的上空 陈杰再一次走进了 这个村庄 十一岁的张琼 明天他就要和父母一起 搬到新家去了 陈杰专程赶来 记录下他和奶奶 曾经一起住过的老屋 山上有一条路 就是路非常陡的 往山上走的 到大家的门口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路这个边 深处一块一小块地 小块地有一个木房子 那个木房子 基本上是一面 有一半是透风的 然后屋子里面 光线非常微弱 然后上二楼需要一个楼梯上去 上面堆了很多玉米 这个房子明显是个威房 你从直观上看 它倾斜的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 张琼和妹妹 跟随奶奶一起生活 这一次他们家抽签 分到新房 张琼的父母 提前结束打工返乡 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其实我就特别想知道 她搬迁后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变化 是我在浙江读幼儿园的时候 我一个阿姨送给我的 爸爸 我看着新房子 然后呢 我借了爸爸的手机 我说爸爸 带着我跟妈妈 让妈妈回来吧 要是什么 好的 我们的心 永远的恋在一起 共同的恋爱 喜爱的光红 爱不同一等 在辞旧迎新的日子搬入新房 可谓双喜临门 张琼帮助父母贴春帘 挂福字 妈妈在厨房里忙碌 因为中午会有几十位亲戚 从各地赶来 向他们祝贺乔迁之席 在这个春节 由于国家精准扶贫 异地搬迁工程的推进 一大批居住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的 精准扶贫户实现了异地搬迁 有许许多多 像张琼一样的留守儿童 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 他们得以与父母团聚 开始新的生活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无数人在付出自己的爱心与努力 摄影师陈杰以自己的方式 记录下一幅幅难忘的精彩瞬间 他们将连同孩子们欢乐的笑容 一起汇入中国时代发展的历史画卷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蓆 钢装点热楼方 试图 钢装 资连 钢装点